2024全国特警挑战赛即将举行 那今天呢小新也来到了吉林参赛队的训练现场 就跟着小新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训练日常 并且呢今天小新也将体验一下他们的训练科目 我想象中的速度 我实际的速度 我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我进不去这个桶 不行我得走 转到 你这正常我先爬就行了 快速通过 这边这么高 坐 你看似的就是一个桶 然后从那边过来 那你能感觉到空间非常的狭小 而且如果里面有沙子的话会特别滑 而且他们还要讲究速度 如果在速度非常快的情况下 真的是需要他们付出特别多的努力 我们省准备了100个特警的尖兵 那么经过两个月的封闭集训 现在呢这个抽出12名 煎饼中的煎饼 参加全国国安特典挑战赛 现在呢我们正在充斥阶段 全体民间 斗志昂扬 军阵状态非常良好 争取取得好成立 一个模拟排爆一个现场 主要是操作区域 然后我们准备的器材有X光级 然后这款设备是非线性节点摊渣器 它是搜索波达物质使用的 这款是这个我们频率干扰仪 它对车厢那个进行一个频率干扰 接下来我们要穿着排爆壶 进行实地的演练一下 首先让您感受一下这个排爆壶的重量 那这个吧 坚持住啊 然后这个是后背 然后还有这个前面的板 站住 站住 然后腰 胳膊打开 我动不了 我被针出来了 仅仅是这么一件上衣 然后我就已经呼吸不上来 甚至限制我的行动了 然后就很难想象 他们要穿着这件衣服 一整套 然后好几十斤 去拿着那么多的设备 然后用那么快的速度去完成这项任务 完成这些任务的目的 更好呢 保护人民生活财政安全